在以後呢 現在感覺不是太好 但是呢 我覺得最主要的演員 他主要是因為他目前的狀態 和他目前的這種體能狀態 和經濟狀態 應該來講不如成績 不如林丹 所以他沒有取勝的把握 為了不影響他在亞裔隊上的這種士氣 所以他可能是 因為以這個腰傷作為一個最好的藉口 然後放棄這場比賽 以為他養精蓄銳 來到亞裔隊上 到亞裔隊上 到亞裔隊來呢 跟中國爭奪 南丹做快精彩 現在比賽開始了 1比1 這是中國對北韓雙和布雙的主教練徐青東 在南丹的比賽當中 進入四強的選手 有三位是中國運動員 分別是林丹 陳玉和陳金 剛才我們提到的印尼名將陶菲克呢 他雖然是小組第一 進入了第二階段的淘汰賽 但是呢他昨天是宣布啊 由於背傷會進入比賽 所以林丹呢 將不戰而勝 直進入決賽 林丹將會和陳玉和陳金的勝者 爭奪本屆世界杯羽毛球賽的藍單冠軍 第二階段都要 alliances 在幹 Evans 中等 都要被控裂著 aro Open 小京方加州 小京方加州 第一局的比賽 雙方是打成了4比4 把基斯發球 比賽開始 還是印尼隊利用自己往前的優勢來爭取取動 我們今天一開場 雙方隊實際上往前的爭場的意思也是非常快 所以有多這樣的幾個主動的機會 看到郭震東往前也封得非常緊 我們今天看到在伊陽奧林匹克庭中心前來觀看 比賽的觀眾非常的多 說是坐無虛席 在巡城獲得了小組第一 而引尼的馬迪斯和哈德拉呢 他們在小組賽的巡環賽當中呢是兩勝一賦 战胜了杨立峰和魏仁君这对中国香港的选手 另外还战胜了一对马来西亚选手 但是他们输给了中国选手傅海峰和蔡云获得了小姐第二 这个球失误的原因还是不法不过报位 周振东和谢中国他们还领先一分 我们看到中国两名选手 但是非常能够放开手脚来跟对英文队 在往前斟酌 女双进入四强的选手是高龄黄顺 另外还有中国台北选手简玉锦 陈文新 在另外的一场女双半军赛当中将会由杨梅张杰文迎战马来西亚的黄佩蒂和陈怡慧 混合双打进入四强的运动员分别是奥运冠军张军高龄 另外还有去年世锦赛的混双冠军印尼的莫娃和莉莉安娜 其他的两队选手呢是谢忠博张亚文和郑波赵婷定 两队选手第一局的比赛一上来啊就打得很激烈 始终没有把比分拉开总是不断的出现平分 郭震东是请求换一个球 郭震东今年二十一岁身高一米七六 郭震东祖籍是湖北人 但是一直代表厦门大球 因为很小的时候来到厦门进行顺利 郭震东祖籍是湖北人 葳震东祖籍是湖北人 做法总 anywhere 良考 controle 我们的完美 保障老的卫手 kah 说 一 就是 佛国服务 那中心 這個意識很強 放完網了以後 必須要注意硬力的回放 往前 燃掉 這種球有時候的作用比 硬推還有更有作用 在這段比賽當中 郭霍隊的這兩三分的得分 都是在往前 15比14 郭震東發球 馬基斯基發球 雙方突出快檔 這兩三分的得分 這樣郭震東 等了謝忠博在第一組的比賽當中 以16比14連線 謝忠博 兩三分的打開球球 底線出現 比賽打到現在 並沒有太多的 多拍的情況出現 雙方都非常地注意 往前的爭奪 所以基督隊說是 短命相決 要不然在往前爭奪上 結束勝決 要不然幾拍之內 就九個戰鬥 這也是根據印尼隊的特點 因為印尼隊如果不加你往前 你就只能被動 把球掏起來 隨防守 對於中國隊來講 是非常不利 因為印尼隊 他們特點就是往前的進攻 但是你如果要 不想被動 少防守 你就必須要和對方真的往前 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現在的 非常打冰槍的這個形態 剛才的是謝忠博判斷出現了失落 另一隊投球在界內 而他呢 以為是對手不見了 雙方打成17比17 在多次出現平分之後 印尼選手出現了緩超 18比17 對手 看他跳起殺手 殺到界外 雙方來的速度最快 雖然第一組的比賽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出現多拍回合 但是在比賽當中 我們依然地感受到 雙方的口腰味很明顯 兩隊選手都在拼命地控制對手 對 而且可以看出四個人的精力都非常集中 因為什麼 往前爭奪 包括半場的平球打 這樣的爭奪 是要精力非常的集中 要求全力以赴 投入到這個半場的搶球啊 搶位啊 這個當中去 否則你稍微有點反應太慢了 你就這個球 你整個是被動 把球拉長 成功 很難 Sadhguru 上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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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看啊 運氣隊這個反拍突然間做一個假動作變線到隊長 使中國隊的往前隊員謝忠博在判斷方面呢 呈現失誤失信自己的中心最後不斷地找地來做這個球 可惜這個球就是會做起來 我們看到呢 謝忠博的腰部還有他的膝蓋都藏著後部的膨帶 他前一段時間呢也是一直有傷 而且謝忠博呢不但打混霜而且打男霜 前一段時間因為傷勢啊比較嚴重 所以呢就是專攻混霜了 而這段時間我們看有所好轉之後呢又開始兩項肩打 他混雙成績也不錯這次也是進入了半決賽 謝忠博卡位卡得很好可惜手上這個動作無度過大 把球打出了底線 再加上往場地同有一點順功 所以稍微控制不好 這個球可以來轉 謝忠博和郭震東挽回了一個局點 十九比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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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救起來把球挑起來 第一局的比賽 印尼選手馬基斯漢德拉二十一 二十一比十九先勝 印尼這隊選手呢確實實力是非常的強勁 在中國共通賽上不但戰勝了 蔡允博卡通在決賽中的軍隊中 在前面的羽毛球賽當中 還戰勝了丹麥名將艾克松和文加德 不過這一次在世界杯的羽毛球賽當中呢 他們在前面第一階段的小組循環賽當中 是輸給了蔡允博卡通 目前馬基斯和漢格拉的世界排名 是第九位 而蔡允博海峰呢是世界排名第一 雖然第一局中國隊 郭振東和謝川柏輸到第一局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戰術和打法 還是非常的對的 他們的戰術意識是非常正確的 就是要爭奪往前的武術 我想這意見 第二局他們還會繼續來採用 所以我們讓他們爭取廠商的主動 問題是在他們的技術的細節方面 應該減少食物 可不可以往前的這種食物 另外呢就是在配合的方面 才要採用這個情緒 在他旁邊的是主教練陳興東 在他旁邊 右邊的是賀向陽賀指導 是男霜的教練 一旦防守那麼就非常吃力 雖然也能夠防守幾個來 但是多數的時候 還是會處於被動的地位 我們看到一個往前的控制能力 和平球打 確實是非常強 那麼判斷一個平球 他的質量的好壞 有的時候不光是看他的重量 就是他的速度也都快 而且要看他是不是很貼近 雖然這個過往的這個幅度 他自己往下轉 如果這個速度很快 但是呢 這個平球他過往了以後 他往上轉 那麼這種 這種抽球實際上是 屬於應該是質量屬於比較差 第二局的比賽 印尼選手是以5比2領先 第一局也是他們先勝 漂亮的連續大球 這兩排我們看謝軍國和郭震東 兩個人配合默契 他們倆呢 是去年中國大師賽的 雙冠軍得主 另外呢 這兩位選手呢 還是06年中國奪得 湯姆斯杯 來冠軍成功 如果防守能夠防不起來 那麼中國隊可以採用 從防守開始的戰術 因為如果確實是 往前打不過印尼隊 如果防守也防不起來 那麼只有划山一條道 就只能扔對方時刻往前球 或者是彈前球 那麼這樣的 這個時候呢 應該把位置要 再往前靠一些 爭取在空間和時間上 更快一些 加油 加油 我們看到 印尼隊的往前的封堵 確實是非常快 印尼的這兩位選手呢 個子不高 但是 速度非常的快 謝忠波和郭震東 只要有進攻的機會 那麼得分力也是非常高的 4比9 郭震東發球 從防守開始 這一次 謝忠波的判斷非常的準確 對手回球出界 這樣中國隊又扳回了一分 5比9 郭震東利用發球直接得分了 郭震東今年是21歲 謝忠波24歲 郭震東是湖南人 是四川隊培養輸送到國家隊的運動員 而郭震東的是湖北人 是由夏門隊來到了國家隊 郭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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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输掉的 今天的这场比赛呢 从比赛一开始到现在我们都能感觉到 确实气氛非常的紧张 这是双方运动员的得分立场 通过这个得分立场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运动员在哪个阶段连续得分 这场比赛呢 观众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 2016年世界杯羽毛球赛 今天呢 今天进行的是五个单向的半决赛 现在进行的是男双的半决赛 由郭震东 谢东博迎战印第的 伊斯沃和汉德拉 汉德拉这个动作做得非常漂亮 反拍一个假动作推对角 带有一点假动作 过于冲锋 应该是讲 这个球已经 已经被动了 已经没有机会敲网了 就应该 慢慢速度 把球调个又高又远 但是谢东博在处理这个球的时候 看着是难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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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尼队的街发球多数是以棒瓦和推办场为主 这个球在阶段的节奏上受到对方的动作的破坏 在场上也是互相鼓励 赢了一分的两个人都是鸡掌相亲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在双大比赛当中啊 如果两个人配合得好 心在一起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相反的就会产生小于二的效果 我们刚刚提到了平球球的质量 大家观众可以注意到 奥迪队的马基斯 但是看得了他抽球的时候 这个球就非常贴着往过来 所以很少说这个球是抽过来 他还往上走 所以这种球平抽球虽然有时候力量 就是非常大但是威胁不大 他现在是11比16类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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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来看满多个放网 这个贴着往往过来 今天一比队的运气也不错啊 像这种滚网球已经不止一次了 对 我看看 往前的轻波 让你很难受 比如说你是重打 还是承认被动挑起来 有时候让你非常难选择 所以就在这个一刹那里 无意之间很容易 不能够非常妥当地来处理这一局 现在印尼队是拿到了赛点 进入四强的中国选手 一共入两队 除了谢中国和郭震东 还有蔡云和富海峰 蔡云和富海峰将会迎战 马来西亚成手 菲鲁兹和林万福 加州就半场的机会 因为这个车打得非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